上期我们说到晋文宫在公元前628年去世 秦穆宫并没有派使者去吊宴 而是在谋划派兵偷袭郑国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还记得上期说到晋国和秦国合伙攻打郑国 秦穆宫当时临时倒戈 派起子焚孙杨孙三位将军率军协助郑国防卫 战后三人和驻军留在了郑国 为了刷存在感 起子派人从郑国回秦国报告 他被任命把守都城北门 认为饥不可失 秦国可以前来攻打郑国 理应外合必能胜利 秦穆宫听后非常心动 就去询问大夫简叔 简叔坚决反对 两国距离近才叫偷袭 秦国和郑国之间相距千里 算哪门子的偷袭 肯定会被郑国发现 到时候秦军长途跋涉 筋疲力尽 对方有所防备 肯定不会成功 秦穆宫觉得很有道理 不过称霸的诱惑太大 还是决定偷袭郑国 派前蒙明氏 他是百里希之子 西齐树 白衣炳他是简叔之子 三位将军讨伐正国 简叔哭着去送行 并叹息道秦军将有去无回 又和自己的儿子白衣炳说道 晋国防御军队一定在小山埋伏 因为小山有两座大山峰 南边是夏朝天子高的坟墓 北边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 秦军必会在此全军覆没 我会来小山替你收尸 秦军开始向正国行进 到了公元前627年春天 秦军经过周天子都城洛邑北门 依照周理规定 诸侯国军队不管攻击目标是谁 只要经过周天子都城 除了战车的驾驶员以外 其他将士一律要脱了头盔 全程下车步行 当时秦军有照做 可是其中有三百辆战车士兵走到一半 又跳上车去了 周湘王孙子满 当时年纪虽小 但是他向周湘王断定秦师必败 接着秦军路过华国 郑国商人贤高前往洛邑做生意 遇到秦军 他见郑国将要亡国 就派使者回去报告 让郑国提早防备 自己就用四张熟牛皮和十二条牛 靠上秦军 拖延时间 并告诉秦军是郑国国军派他来犒劳他们 使秦军误认为郑国已经做好防卫 郑木工得到消息后 派人去侦查郑国境内的秦军住所 发现秦军磨砺了兵器 喂饱了马匹 随时准备开战的模样 这也就是成语立兵莫马的来历 郑木工宇是派大夫黄武子去慰劳秦军 并和秦军说可以去郑国原谱 手猎些鹿肉当粮食池 起子知道后觉得事情败露 逃亡齐国 逢孙杨孙逃亡宋国 秦国主帅们明示得知消息后 认为失去战机 无法继续讨伐郑国 又不想空手而归 顺手灭了华国 率军回秦 华国和晋国同位姬姓国 晋国得知消息后 晋国人同仇敌忾 痛恨秦国 不哀悼他们的伤势 却讨伐他们的同姓国 就在小山进行伏击 靖香公亲自穿黑色上府督战 战士们奋勇杀敌 秦军全军覆没 应验了简叔的预言 蒙明氏西起树 白衣炳三位将军被晋军俘虏 晋国朝廷讨论如何处置秦军俘虏 太后闻吟强力干预之下 靖香公只能把他们放回秦国 大夫先整强烈简言 甚至于不顾而拓 指的是不回头当着国君的面土口水 是大不尽 靖香公派将军扬处付率兵去追他们 却为时已晚 秦军主帅蒙明氏在黄河渡船上向晋军喊话 如果我回去得到国君赦免 三年后来报答晋军的恩惠 反讽实际指领兵报仇 而大夫先准因为不顾而拓 就在与敌人作战时 孤身一人不带头盔 进入敌人阵中战死谢罪 当蒙明氏西齐树白衣炳三位将军回到秦国 秦木公穿着白色丧服在郊外迎接军队 并且把战败的责任怪罪于自己 不听简书劝诫 两年后公元前625年 蒙明氏请求秦木公派兵报小山之仇 秦木公答应了 派三位大将军率领四百辆战车攻打晋国 而靖香公派先且居先整之子率军抵抗 两国军队在彭牙交锋 秦军又战败 这就是彭牙之战 当年冬天为进一步遏制秦国势力东径 以巩固秦国霸主地位 靖香公命令先且居率军联合宋 乘镇联军攻打秦国 攻克秦国义汪和彭牙后侧兵 到了公元前624年夏天 蒙明氏请求秦木公亲自出征禁国 秦木公答应 秦军浩浩荡荡东渡黄河 蒙明氏在渡过黄河后把船烧掉以表决心 不慎则不搬失回秦国 接着秦军击败了进军的地方部队夺得王冠 这就是王冠之战 只是进军主要部队就是不应战 秦军无奈只能示威后回到小山战场 埋葬和祭祀当年在小支战中战死将士的尸骨 然后搬尸回秦国 几次战役下来 秦国东进中原之路被秦国遏制 秦木公只能放弃称霸中原的梦想 开始一路向西 在公元前623年 秦军出征西荣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士 打败西荣部落中的强国棉猪 在九尊下面活捉棉猪王 接着秦木公乘胜追击 二十多个戎敌小国归附秦国 在寒谷关以西一带称霸 史秦秦木公称霸西荣 周湘王派大臣赏秦木公十二支同骨 承认他为西方的霸主 到了秦木公晚年 他做了一件荒唐式活人寻葬 为他寻葬的人达到一百七十多人 其中还有三位当时秦国最优秀的人才 三人是兄弟子车士 演习中行征虎 史称三良寻秦 这个行为让当时秦人非常愤怒 他们做了一首黄鸟的晚歌 到处传唱以悼念三位被逼寻葬的贤良 三良寻秦的故事被记录在了 左战和史记之中 黄鸟也被收录进了诗经国风情风里 史学家都默认了这种说法 不过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却提出不同看法 他认为三良寻秦不是秦木公所逼 而是他们自己选择 目的是能一直侍奉秦木公左右 永不分离 是视为知己者死的精神 那么三良寻秦的真相到底如何 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 实际上这件事情我也很困惑 总觉得是不是历史记载 谁在黑他 因为首先他是一个重视亲情的人 要不不会拼命把女儿不停地嫁给靖国国君 他相信殷亲的力量 虽然靖国是基信国 早就将亲情抛正脑后了呢 另外他应该是一位气量颇大的国君 小之战后他把赞败责任归咎于自己 并没有处置赞败将军 用人不宜三次重用他们 还有一件事情也能佐证他的心胸 那就是有一次骑山下官府养的马被人盗走炖肉吃了 负责看马场的官员吓得半死 大力排查 抓住三百个盗马贼交给秦木公审判 秦木公并没有处置他们 他认为人比马重要 如果因为马的损失而杀了百姓 有为人道 甚至于他还担心这些盗马贼 因为吃了马肉没有喝酒会伤害身体 竟然还赐酒给他们喝 当然这些盗马贼也回报了秦木公 大家还记得白眼狼晋慧公吗 在当时的战场上是这些盗马贼协助秦木公解困 并俘虏晋慧公 再说说秦木公对人才的渴求 还记得当年晋献公把在渔国俘虏的大夫白里希 当作女儿目击的陪嫁仆人送到秦国后 白里希不甘受辱 出逃家乡楚国 被楚国边境的人抓住 让他在楚国养马 秦木公想花大价格赎回白里希 不过秦木公手下有一个大夫叫公孙芝 他说千万不能花很多钱 因为现在楚国还不知道他是人才 一旦用很多钱去赎他 楚国人就知道白里希价值了 自己就留着了 不会给你的 应该用赎一个普通奴隶的价格去赎回他 于是秦木公就派人拿了五张黑羊皮到楚国去 说白里希是讨饭 希望把他引渡回秦国去 这样得回了人才 后人称白里希为五股大夫 他还向秦木公推荐了自己的好友简叔 两人尽力辅佐秦木公 另外一位大臣尤鱼也是秦木公费尽心思得来的 尤鱼是棉珠王派来出使秦国 秦木公得知他的才能很想为自己所用 就用内食料的离间计 把尤鱼暂时留在秦国 派人送美女给棉珠王 让他不理草政 再让尤鱼回国 他回国后看到国阵混乱 便劝解棉珠王 却不听 在秦国人的劝说和以礼相待之下 投靠秦国 认为尚亲 他对西戎地区深入了解 协助秦木公称霸西戎 综上所书 我觉得苏东坡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作为现代人 我对秦木公还是非常不满 因为就算三位良辰是自愿 但是剩下寻葬的平民和奴隶呢 人生而平等 他们的生命也很珍贵 大家觉得呢 可以留言你们的想法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